《領展縮骨無比維修費》 領展加租、加管理費、各種維修費 就有了 迫商戶交很貴的租金 但他自己居然在大廈維修 和大廈管理的錢居然沒有攤分 要迫住客、租戶自己付 這是傳真社在7月8日揭發的消息 傳真社找到了2005年 房委會和領會公司 即是以前領展的舊名 一起簽買賣合約 在買賣合約規定了 領展買了房委會的商鋪或車位 分擔維修費、管理費 分擔的比率是由6%至50% 誰知道 誰知道 他做了買賣合約之後 沒有告訴租戶 使用到23個地方 買賣的地方 屋邨 只有3個屋邨 知道原來領會都要負責 承擔維修費和管理費 按照比例 所以他們做維修 例如停車場的水管要重新鋪 要付錢 如果領會不付錢 隱瞞 那些屋邨 那些屋邨 那些租客 住戶 或者業主 就要自己付錢 發現 有一些屋邨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給多了一千萬港幣的維修費 在整件事 房委會還負責管理屋 沒有理由領會 或者現在的領展 沒有分擔維修費、管理費 房委會是不出聲的 所以當全真社揭發了這宗新聞 找回以前的買賣協定來看之後 發現很離譜 於是就將它公佈出來 整件事在說什麼呢 說一些很老套的事情 房委會監管不力 口號可以這樣說 但為什麼會監管不力 很簡單 房委會把以前的資產 即公家的資產 公共組織的資產 轉賣給領會之後 然後就闊老爛你 當這個大客戶 任由他 他就在收租 收一些商場的租 停車場的租 賺錢 甚至有些商鋪 賣了給私人 賣了給其他地產公司 物業公司 房委會就是闊老爛你 然後還不去監管 他究竟是有沒有承擔到 那些維修費管理費 由得那些業主法團 業主團體自己在這裡付錢 如果不知道那些業主團體 自己就吃了領會那些錢 這個就不是貪了錢 而是領會應該給的錢 這些情況都是看到 香港在這些公共資產 化工為私的時候 是很多離譜的地方 很多根本就沒有履行合約 而這個公家組織 譬如房委會 也沒有做到它應有的監察 我們當初把公家資產賣給私人的信託組織 譬如領會 這種叫做Deregulation 即解除規管 解除規管不是什麼都不管 原先有些合約的 有些議定的 你房委會應該監管 你沒有監管之後 公家資產就賣給私人 之後又不交管理費 又不交維修費 筆錢居然要由其他業主支付 這些就沒有天理 1997之後 經常發生這些事 很簡單的就是 官商勾結 化工為私 情況跟中國大陸一模一樣 有些情況更壞 中國大陸那邊 都還可以說 業主發覺 沒有付錢 你走去店舖搗亂 或去辦公室搗亂 拿回錢都有 香港暗瓦底 只有G字 現在 究竟是政府可不可以 拿回錢 給其他無辜的業主 亦都是難以得知 總之 整個97之後 香港原先由公家管理的事 就聽了商界的說法 即是私人管得比政府好 政府管事沒有效率 公務員永遠多 僵化做事 接著就把東西買了給私人 買給私人之後 私人省發筆錢 然後立暖加價 之後還不承擔 他應該付出的維修費管理費 要別人幫他付 這些又吃又溺的事 就在97之後發生了 又吃又溺的事 不是市場賺回來的事 是公家的資產 政府容許這些事發生 他如何對得住小市民 如何對得住我們 長期容許這些政府 這樣的話 天理何存呢 當然 我們不是屈原 不能經常天文 但我們相信 是有報應的 不是屈原 我們應該是屬原 所謂的小夢 有的自由 或許更多 都沒有參加 好 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